今天由我跟大家報告 明亮背景下 蚊子就飛出來的飛蚊症 我們先來看第一個病人 這是一個61歲的女性 她說 左眼看平板電腦 有蜘蛛網狀的黑雲在飄 眼睛動她會奔著動 抬頭看白色牆壁會呼吸 最近把左眼看出一個黑雲擋住視線 她的視力是沒有變模擬 不知道是誰 那經過檢查以後 她昨天有肺溫症 而且有發現後玻璃一分離 把四神經頭組織給撕裂了 這是她的視力圖 她所說的那個蜘蛛網狀的黑雲 就是鐵畫的教員牽回 這面形成一個黑雲在那邊跳動 她說多數的黑雲 就是這邊有向天天圈的一個黑雲 這個是因為後玻璃一波雲在拉扯 把這四神經頭組織給撕破了 我們來看下一個病人 這是一個58歲的男性 她的右眼出現碎的黑雲 同時發現閃光閃爍的傾向 不論白天或者是後暗的環境 她都看到脫光淋漓的閃光 尤其眼睛轉動的時候會更明顯 我們跟她檢查發現她右眼有肺溫症 而且四網膜的裂口 合併局部的四網膜玻璃 這是她的視力圖 那這些一些混濁狀的東西是 偏化教員蛋白 就是她在黑雲的地方 那這邊有個像星月型的黑雲 這是四網膜裂口的地方 周圍白白的地方是 局部的四網膜玻璃 就是這兩個造成她看到閃光閃爍的現象 接下來我們看第三個病人 46歲的女性 她以前有黑雲在飄不隱而易 這次因為周圍突然視力模糊 在光亮的環境下 感覺有紅色的蓮幕在往上拉 並且遮復視線 經過檢查 她是周圍有肺溫症 而且四網膜裂口 並且把四網膜的血管磁破 導致玻璃的出血 這是她視力圖 她所看到的黑雲 就是這些電化性的膠原蛋白 那這邊新的形式她裂口 旁邊這個血管被扯過 導致血往下流 所以導致說 感覺是往上 有黑紅色蓮幕在往上拉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眼睛的過照 從最前面進來這個 感覺是嘿嘿的 其他是透明的 最前面這個地方是我們講過 再往裡面走這一圈 這個是我們的紅彩 紅彩中間有個洞叫瞳孔 再往裡面走是個水晶體 隨機旁邊有個結狀體 這結狀體它是可以分立防水的 在外面這個整個眼球的外壁 有三層波照 最外一層是沒有血管的抗膜 再往裡面走是負含血管 攻擊力量的沒落膜 再往裡面走是我們的四網膜 四網膜有十層 最外一層是有色素上去的波照 在我們眼球最後面有四神經 那兩條大血管中間夾的這部位 就是我們看到的黃彩幕 看過去最重要的地方 在水晶體跟四網膜中 我們講的空間 就是我們要講的玻璃體 玻璃體在我們95分之四的體積 它廣泛的跟我們四網膜接觸 連水晶的地方是 膝部跟四層密度還有血管 它分入三個圈圈 周邊最後的地方叫P值 中間 周邊的地方叫P值 中間的地方叫中央玻璃體 中間就是中央管 它的密度是在中間的密度是最新 它四項的果凍 蛋白質凝膠狀物質 它不含絕緩 透明無色 它的功能可以支持我們 它有過散分照 還有帶線緩衝的功能 建立無阻礙的過路 玻璃體它主要成分是 焦越蛋白 玻尿酸 還有防水 焦越蛋白質的二層膠原 排列成網狀 過程支架 提供我們玻璃的高性 塑性 玻尿酸非常精準 它被吸引到的膠原袋子上面也會組成黏膠 提供體積的膨脹 黏性 彈性 當玻璃發育成熟受 這兩個是沒有辦法再生的 當兩個受到影響的話 它會受到損失 然後整個玻璃體 是會發生液化現象 它液化以後會有我們的防水來做替代 那什麼事非問證 首先就是玻璃體一定要出現宣服物 當光線 獎主主要學服物投影在絲網膜層陰影上面 打眼睛看的時候 會看到黑影在飄在這個縮子的反應症 它特徵就是重力 眼球轉動 它比較動 學服物越靠近絲網膜 定義就會越明顯 學服物越遠 以絲網膜 它陰影越微模糊 它的形狀有小黑點 灰塵 像法師豬王狀 有時候一個 有時候很多個 在影子前面漂浮 當我們在背景照亮的天空 或是白色牆壁 身體比較累 眼睛的固域都已經比較疲憂中 就特別會發生這個 分證的現象 這個學服物有不同的顏色 紅色代表是蘇學 黑色代表是攝影 波動裡面的黑色素 跑出來的 白色代表影經裡面發炎 或者是一些細菌 黃色代表的是另外一種 心臟過敏症 它蓋子的復活物 其他像灰色的 就像是退化性的膠原蛋白 或是新鮮性殘留組織 或是被扯破的 是生理組織 左邊是屬於生理性的 基本上玻璃小的勢力 右邊將發炎出血 受玻璃 這是有可能造成的 勢力受玻璃小 是屬於病理性的 有時候生理性的 隨著年齡性的變化 它會引變成出血 破洞 或是私人基督組織 扯破的病理現象 所以我們 我們的非紋症來檢查 最主要就是檢查 懸浮物到底是什麼東西 非紋症的腎屬率 十個人有 八個有三成的人 覺得視力受影響 在二十歲的年齡 一百個有十五個人 非紋症 在五十歲的年齡 一百個有二十四個 到九十歲的話 將近有九成人 都是有非紋症 玻璃體如果發生變化的話 會易化混濁 纖維組織真身收縮 來做表現 基本上分為生理性跟病理性 像剛剛提到的 生理性包括先天性的水服物 還有退化性的水服物 病理性就是 嘴壞引證細胞 活體變性 所謂的病理性是嘴壞 會影響到我們的視力 先天性的非紋症 就是出生前 面完全退化水管後 組織在鍋體裡面飄浮 這樣配開六座的時候 會出現鍋體動脈 還有一支玻璃體 到九座的時候 出現暴擊鍋體 這時候一級 就要準備退化五座 到十六座的時候 出現三級玻璃體 玻璃動脈準備要退化五座 到二十八座的時候 整個發育完全 一些沒有完全退化組織 稱才能在眼睛裡面 形成先天性的一些非紋症 這個登地統計一百個有三個 基本上這是沒有傷害的 這樣出生以後 我們玻璃瓦會被分泌出來 到四到五歲的時候 分泌發生 到十歲的時候 整個玻璃體會發生 到十歲的時候 因為液化的關係 就開始會有非紋症的形式發生 到四十五歲的時候 因為液化 然後導致後玻璃體分泌 就是玻璃體和室紅 整個分開 就發生後玻璃體分泌的形象 整個過程會從 淋漿炸 這個過程就是玻璃體的一體化 玻璃體發生一體化以後 在青春期的時候 他的體積有無雙機是遺體 到中年期是 四分之一的體積會變遺體 到老年期的時候 三分之二的體積是遺體 整個都成為水化的形象 至於人數方面 在二十歲的時候 一百個有輸入的人 會有發生液體化的形象 相對來講 非紋症 一百個有輸入的人 到七十歲大概七成的 發生液體化 到四五十歲的人 有四分之一的人 他的液體體積已經超過一半 到九十歲的人 三分之二的人 液體體積超過一半 如果玻璃體發生液化和脫水縮縮的時候 就會產生一些 液化以後 鍋尿症開始脫水解聚 再撐住我們的膠原蛋白 膠原蛋白就開始發生變性收縮 形成非紋症的血液服務 凝膠液化之後 中間會形成一些空漿 凝膠就陸陸續會噴它 到四十歲的時候 中間的水向鍋體 沒有為止 有辦法置身周圍的凝膠 到四十五歲的時候 中間凝膠開始 踏到中間去 中央地方 導致玻璃體 以致視網紅磯開的後波離脂分離 後波離脂分離以後 就產生更多的血液服務 在影子裡面飄浮 後波離脂分離的發生率 在四十歲的時候 開始到五十歲手舞蹈之一 但九十六、九十年 與性會比較多 跟合格網絲有關係 其實任何年齡 只要眼鏡受到病人 傳送上眼鏡發炎 出血或是眼鏈手術 都會發生後波離脂分離 一旦發生後波離脂分離 就要準備進入關鍵的變化 為什麼會是關鍵的變化 因為我們的玻璃體 它的黏度是水的二到四倍 當跟視網膜分離的時候 它會拉持摩視網膜 會有一些迷發症發生 這時候就進入病理性的分紋症 當拉持摩視網膜的時候 會有出現閃光的現象 當拉持視網膜造成視網膜玻璃的時候 閃光的效果更明顯 這邊是我們正常的眼睛 正常的視野 當沉破我們的視網膜 或是才是視網膜動 視乎可以有時候跑出來 那我們看到的東西 會出現黑色的變化更多 那如果沉破我們的視乎雲竹 視乎雲竹 視乎雲竹 它會出現一個新的黑影 一個飄浮出來 所以看到的東西 有時候會出現硬化 那如果把血板沉破的話 會造成玻璃浮血 整個血會跑出來 感覺血會從流下往上 拉著紅色的連末 當它如果產生視網膜玻璃的時候 我們看出去的視野 會有偏茫的現象 一部分的地方看不到 當玻璃璃跟視網膜分離的時候 有些玻璃璃璃會殘留在黃斑部的地方 因為它正是年輕的 會造成黃斑部 看過所有地方 會造成皺褶或收縮 也說看東西會變胖 或是東西會變形模糊 如果說它近度收縮的話 會把這個黃斑部 看過最重要的地方 會扯過一個洞 變成黃斑部的洞 看東西最重要的地方 會出現中央網址 中央看不到的錯誤 雖然剛剛講的那些可能的併發症 但是絕大多數來講 十個人走的都沒事 有一成的人 踩著踩著視網膜洞 沒有四個人在一個月內 有五十分之一的時候 會發生視網膜波動 視網膜波動 如果不處理的話 在一個月 將近有一半的機會 產生瘦膜玻璃 如果瘦膜玻璃沒有處理 它會導致視乳 另外也有波動 但是沒有症狀 這種情形都沒有實在疫情 也可檢查其中 追蹤情形才發現 這種沒有處理的話 也是有一半的機會 發生瘦膜玻璃 導致視乳 但據統計 每一萬人一個人 會視網膜波動 導致視乳 有時候病人來 他都看到閃光 喪失為什麼 我們了解一下 像光線 我們在看東西的時候 光線 經過關鍵刺激的時候 我們的大腦 會把我們所看到的東西 去解釋成圖像 當我們的視網膜 受到一些機械力的刺激 比如說用力的揉眼睛 或是用力的咳嗽 那我們的視網膜 就會發生一些短力 這時候我們的大腦 會把它解釋成 一起的亮光跟閃光 這種亮跟閃光的情形 隨時都可以看到 不管是白天還是晚上 但是特別在黑暗的房間 或是頭 眼睛 再突然轉動作 這種閃光氣氛 會特別明顯 那到底什麼原因 會造成這種閃光現象 前面五大原因 都是跟眼鏡有關係 最主要的第一名 就是後波離分離 再來就是波動 視網波離 眼鏡的噴頭也會 其他不是眼睛的 像嚴重咳嗽 也會造成閃光的情形發生 那病人之後 閃光的情形 也會來 來就醫 那這種後波離分離 和症狀 根據統計 兩層 它是沒有感到的症狀 三層的人會覺得 四層的人會覺得有症狀 有症狀 十層的人會覺得有閃光現象 四層的人會覺得有飛蛾症 單獨一個閃光來就醫 或是單獨一個飛蛾症 來就醫 他們個別都是有一層的機會 產生四網網的破洞 如果變來的話 出現兩種症狀以上的話 那絕對有超過一半的機會 是我們破洞的情形 雖然他講那些症狀 這些症狀呢 會隨便時間過去 或是年紀的增加 它的症狀會慢慢的減少 在急性發生症狀的第二週的時候 最常產生這種 是我們破洞的現象 那病人看完之後 他會覺得說 那明天會不會就沒事了 其實明天過後 仍然是有新的機會 會產生一些新的症狀 還有新的路發症 不管是以前有發生四網破洞 還是沒有發生四網破洞 有發生破洞的機會會比較高 四分之一的人 會有新的症狀 新的手網破洞 新的四網破洞 新的四網破洞的機會 那譬如說 以前都沒事的人 也實在是有十分之一的機會 那有發生過的人 他發生四網破洞 導致失明的機會 反而是沒有發生的 17.7倍 所以 不管是在任何時間 外遇和症狀有出現的變化 新的破洞 新的散播 新的飛蛾 我們都會建議 讓病人盡快回程 再詳細檢查一下 那病人也會關心 那他另外一個眼睛同胞 因為他這是推個化新的疾病 所以人氣增加 人氣老化 所以時間過去 仍然是有機會 另外也會跟著發生 後玻璃分離 根據同期 在一年半的時候 有一半的機會 另外一個眼睛 也會發生後玻璃分離的驚醒 那當然有的眼睛 也是會非常年輕 大概一成人 他 是不會發生後玻璃分離 那接下來就是病理性分為症 剛剛講的 他的最主要做是出血 跟發炎的細胞 那他的原因到底是什麼呢 包括就是說 學生性的疾病 比如糖尿病高水壓 或者是一些摩利子炎症 像波濤摩原 這個不管是感染性 學感染性 都會造成眼神的發炎 另外是玻璃體的變性 我們的玻璃體本身沒有血管 他會輸血 最少是會 視網膜血管流血 導致血管在裡面飄浮 根據研究 殘料病佔了五成 最主要原因 除了殘料病之外 眼睛的射膜 撕裂分離 或者是視網膜玻璃 或是吸血管 也可能造成病理性的血管 另外一個就是 發炎的情形 當我們的眼睛中圍的組織 不管是感染性的 還是非感染性的 都會造成 大量的白水球 跑到眼睛裡面來 通常是一大片 而且非常濃厚 眼中的話影響刺利 像這邊白白的 就是用發炎的白水球 跑到眼睛前面 這是玻璃體裡面 產生一些發炎的細胞 一大片非常濃厚 這是葡萄膜原 有時候跑而是飛來 會形成選均的現象表現 另外 新狀波異體變性 它是呈現一個 黃色的 一個帶點的脂質 基本上 這不太會有影響視力 雖然是在病理性裡面 但是它不太有影響視力 這是一個散分性波異體的 它呈現一個 產生的 膽固醇 檢診狀 經濟狀 經濟 這是一個 蛋白質 一般的蛋白質 成績 它是呈現一個白色的效果 然後放著一個外貌 病人來追檢查說 我會建議它跟親友 連同 或者是帶過進來 在檢查之前 我們會給扇頭藥水 可能在30分鐘 通過放大以後 我們去檢查 檢查收費燃料 請盡量上看有數 輕輕鬆 不要檢查2分鐘後完整 檢查以後 建議不要急乘機車或開車 會有濕鏡模糊 對光的現象 大概4到6小時 會逐漸恢復 關於 整理性氛圍症的治療 基本上 它沒有併發症的話 不會少視力 我們就是建議 用五輪共骨的行動 帶來希望 最好的治療 如果說生理性沒有病房症 但是它覺得還是視力受影響的話 問題是有的人 是用雅克雷射把這個企劃爆破 那如果是太多的話 當然可以考慮到 用玻璃接觸手術 把這個粉螺物 非紋症的東西 把它清除掉 至於病理性的非紋症 我們叫一病因 被剩治療 如果是橄欖性的 我們這邊橄欖性要控制 非常理性的 我們要免疫師自己來治療 若是糖尿病 我們今天糖尿病治療 那對於一些病發症的 像是瘦瘦破洞的話 我們可以考慮用冷凍療法 把周围組織凍結 或是用雷射 把周围組織凝固住 防止它進一步擴大 成了瘦磨玻璃 或者用灌空氣的方法 如果說已經造成瘦磨玻璃的話 那我們就要瘦磨破完手術 或者是要用玻璃切成手術 若是玻璃出血 超過三個月沒有吸收 那就是考慮用玻璃切成手術 把手快清除 歡迎我們飛溫正眼鏡保養 建議使用一些抗耳道具 怕臉胞塑膜膜 臉胞膜膜 臉胞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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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臉胞 這邊我們已經基本上 我們玻璃體也會轉動 臉胞膜 扯臉絲網膜 所以導致上磨玻璃 這邊有一次之前的新聞 有了飛彈成童 小白球沒看到 看到滿天的飛溫 有人做瘋瘦飛車 就展出一群說 最後 飛溫正眼鏡的重疾病的一個症狀 出現說 黑眼邊都會變大 閃光突轉 或是視野出省的話 原來就一直就一 你有症狀的患者的話 建議美美的省 有症狀的患者現在 一分目一記 並免定性追蹤 一生八方